瑞芳区水南洞 原本有位在本山六坑周围的常人里 因为矿业没落 炼金炼童场荒废成如今13层遗址 人口减少而合并在联新里的范围内 旧时曾是幼儿园的活动中心 也闲置作为仓库21年 好不容易在今年透过联新社区争取 要成为银法俱乐部的基地 在山城美馆及艺术家居民的美花下 活动中心的门面打造了地底之光异象 希望连结当地两三代矿业子弟的历史脉络 这个立面的一个视觉意向 其实这是一个矿工的一个脸 比较抽象的一个手法 那这就代表着矿工在坑道内带着头灯 那这样子的一个侧面的一个脸像 除了这个地底之光的一个脸像之外 那我们在这个现场的这个背景呢 我们会把过往矿工的一些手工的空具 在这个地方再做一个展示 活动中心因为长期漏水与缺乏配电设备 活化第一步是先进行清空 接下来也会透过城乡局计划和新北市医员 李一起的补助款添购室内成设 期盼未来打造妈妈教室 带动里内观光产业 一旁的常人亭是不少摄影爱好者 拍摄13层遗址的热门景点 因为社区交通封闭 只有单一的出入口 公车是居民游客重要的交通工具 只是没有后车停车风挡雨 长进海风容易吹花雨伞 很不方便 经过我们地方里长跟地方民众的陈景 那我们今天会同我们市府交通局 那跟我们公所那跟里长一起来到现场来会看 那刚刚整个看下的结果 这边有个地方我们刚刚也看了 适合来做自制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后车停 那因为土地目前全署还没有厘清 那刚刚也会议中也做了决定 如果说后来查出土地是私人土地的话 就由里长这边来协助取得土地同意书 那如果是公部门 就直接由我们市府交通局来协助取得土同后 那我们市府交通局预计明年纳入规划 来施设一个小型的一个后车停 那让我们等候公车的民众不再日晒雨淋 目前利用长人路35-1号前回转空间的一部分 要做一般小型后车停 希望尽快厘清地主 早日试做站体 对地方观光 长者服务品质能大大提升 记者夏浩文 瑞芳采访报导 言计官辞计官辞长 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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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下